心理测试题考考B4的五位嘉宾 准备好了 那来看一下大屏幕 哎呀 看起来挺简单啊 我在你心中如果用物来形容 你会选择A 天空 B 森林 C 小溪 D 前缘 E 水果 F 小屋子 G 白云 H 威风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咱女嘉宾选择哪一个呢 单选题啊 我选择天空 天空 二号女嘉宾呢 我们选择 我听到以后 马上脑头脑里就蹦出了 天空的两只 因为你穿这个蓝色的衬衫 和这个天空非常的相似 你框阔的这个肩膀 和天空一样的框 你看不但选择了 人家还给你总结 解释解释 我选择森林 三号女嘉宾选森林了 四号女嘉宾呢 我也选择天空 四号天空 五号呢 我也选择天空 因为天空比较大 包容万象 所以说我觉得天空还是比较好 那这样 咱们五位女嘉宾选择了两样 天空和森林 您就给解释一下 天空是什么意思 天空是难忘的人 难忘的人 四个难忘的人 到底谁最难忘呢 中生难忘 森林呢 森林是可托付终身的人 可托付终身的人 谁是托付终身的人呢 三号啊 你笑成这样 我们其他几位对您难忘的人 您对他们难忘不 难忘难忘 今天都难忘 所有现场都难忘 现场唱一首难忘今宵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下来之后 大家可能是单纯的 从字面的意思上来选择了 因为天空毕竟给人一种 特别开阔 特别明朗 这样一种心胸豁达的感觉 可能是大哥给人的感觉 真的就是这样的 你看他的这种笑意啊 还有刚才言谈举止 和人交流的这种感觉 让女嘉宾们觉得 就如同到了天空一样 心胸那样的开阔 那样的豁达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叔叔 你最希望你是阿姨们心目当中的 一个选项啊 我应该是森林了 森林 我希望托付终身的人 你希望也是森林的 大哥觉得呢 他找到一个托付终身的人 也希望对方把他当作是 托付终身的人 相互的吧 婚姻一定是 我应该是森林 那是森林 以前可能是森林